在荒野独居中 最重要的食物就是鱼肉 谁能收获到越多的鱼 就能够在这里待得越久 像阿斯特已经适应这里的鱼儿 只用一张网就弄一堆鱼上来 仔细数了熟网里面的数量 20条在这里 而且每条块头还不小 这下就更加不用担心会饿着肚子 省着点吃 至少能够再撑多个礼拜 等会就可以把鱼肉全部处理干净 然后把比较肥美的烤熟来吃 趁着烹饪的时间 将庇护锁里的床整理下 平时躺在上面休息并不舒服 自己再弄起来也不方便 有好几次差点整个堵散架 原本是想把四个脚踢还一下就行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采取最笨的方法 在下面堆满木块固定住 这样就不用担心睡到一半会散架了 终于能够吃好睡好了 隔壁的桀骜也是抓到不少鱼 很喜欢浸泡在水里面放松 现在的生活对他来说 压力并不是很大 就是有点想念和家人一起的日子 而莱斯还在处理着木材 希望将那木洞弄得更加舒服一点 最好就是把高度提高一点 天天蹲着做也不是什么办法 不得不说这句子用多厚就不行 弄一些树木都要浪费不少时间 将高度提升后 坐着感觉舒服多了 就是食物弄得比较少 今晚只有一条鱼能够煮舒适 目前的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容易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好 看着那鱼在火上炖煮着 镜头来到珊妮这边 斜坡那边有不少僵果 要是鱼往那边没有鱼上钩 他就可以待在这里吃上一天 不过后面的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冷 到时想吃都吃不到的了 他还想带着帐篷寻找个避难所 不过实在没啥力气能够支持 已经很久没有在鱼往那里看到鱼 照常来到岸边检查 依旧没有看到网里面有什么动静 这样下去并不是很友好 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叫 就怕继续瘦下去被强制退赛 食物成了他最大的问题 就在他以为今天又要继续饿着肚子时 好像看到鱼往里面有什么在动 凑近一看那不就是一条鱼 虽然还没有他手掌那么大 但是也能肚子稍微舒服一点 现在天气实在是冷得过分 自己的手都动得一直在那颤抖 处理鱼的时候都不怎么利索 真怕自己一不小心弄到 目前也只能通过晃动双手 避免手指的温度过低出现问题 等情况稍微好一点 赶紧拿出打火气声堆火取暖 珊妮并不怎么擅长用这些 尝试了很久都没把火弄出来 气得他一直在那里口吐芬芳 手指都快冻僵了 只能强迫自己继续努力下去 也不知道在这里尝试了多长的时间 总算是把火给点燃起来 赶紧把鱼烹饪好 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 闻起来特别的香 直接用手抓起来吃 这一顿能恢复的能量不是很多 还是需要靠运动才能维持住 即使火堆就在旁边烧着 但是脚趾还是感觉到寒冷 今天也没能够吃饱 他感觉身体正在变得虚弱 没有办法 只能多做些事情变得暖和起来 他试着将木块加工成勺子 可惜手指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利索 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继续待在营地 只会让自己心累 打算带上行李到山上那边套索一番 可能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但是这种冒险的感觉 让他非常兴奋 刚出发没有多远就看到驯鹿出没 在那边还有水流的声音 正好可以停下来补充一下水分 直接弄上一杯喝 甜是挺甜的 就是水有点冷 差点都把牙齿给冻住 珊妮在这里喝了不少的水 接下来自己可以走到远的地方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上面看风景了 整个人心情瞬间变得好了不少 虽然一路上什么食物都没整到 但是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已经足够了 他有点不舍得离开这里 不过上面风有点大 还是回去生活趋能好 剩下的体力估计已经没有多少了 希望不会半路突然累到晕倒 在天黑之前 珍妮顺利回到庇护所这里 但是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 肚子感觉变得更加饿了 鱼往那边也没有继续捕获到食物 刚刚的好心情 现在都变没了 早知道会这样 还不如多收几点浆果 为了这次挑战错过了不少事情 现在挺怀念以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 自己待在这里 真的就是又饿又累 要是鱼往那边哪天开始抓到鱼 自己这身板挨了的话 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少天了 挑战已经进行到第12天 爱德与刚来时相比 已经瘦了好几圈 他对自己的鱼往并不是很满意 经常有风会把鱼往吹到海岸那边 非常影响鱼往的收获 面对这个情况 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只希望是抓到鱼后再刮风 今天看鱼往好像有鱼挂在上面 立刻将这拿起来检查一下 幸好今天还是有收获的 上面有两条鱼 虽然能补充到的还没有消耗得多 但是有肉吃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一趟就收获到七条鱼上来 就是块头有一点小 把这些全部烤熟吃 应该勉强能让肚子填饱 爱德觉得后面抓鱼会变得困难 前期要是能吃得好一点 后期还能靠着挨饿多坚持几天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生活烤熟吃 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后 鱼肉已经变得非常香 直接把肉放到嘴里品尝 感觉整个人都要活了过来 吃饱喝醋后 立刻钻进被窝里面休息 等到第二天醒来 感觉那气温变得越来越低 爱德真想就这样躺着休息 可惜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平时只能用木炭当成牙膏刷牙 虽然味道并不是很好闻 但是清洁效果非常好 他觉得以后也得在家里准备一些 牙齿护裂过后 来到海岸这边检查鱼网 鱼网这边还是非常给力的 至少今天还是能够有肉吃 但是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 感觉吃再多都补不回来的样子 这可能就是光吃鱼和浆果的问题 估计在过些日子 自己要支撑不住 附近也就还有些杜松能够弄来泡茶喝 稍微能够补充到一些卫生素 闲着无聊时还会用刀雕刻的东西 能够让精神稍微放松一下 眼看海浪那边越来越大 感觉鱼网的收获还不错 就是手指碰到冷水太过难顶了 如果可以 那是真的不想待这里折磨自己 马斯纳一直保持着在火堆旁边虚暖 就是那烟雾一直往脸上吹 闻着鱼肉都感觉没那么开心了 最大的问题 还是待在这里太过无聊 没有什么东西让他兴奋起来 不是在那吃就是躺在那里发呆 整个人好像失去梦想一样 为了打发时间 他打算将住木板弄成门牌 用刀慢慢雕刻出名字 这样就花了一个小时在上面 然后其中一根钉子弄出来 方便他把门牌钉在树上面 完成后并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 反而觉得更加寂寞 想要早点离开这里 经常会拿出电话纠结 这比没有食物吃还要难受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马斯试着调节自己心情待在这里 应该准备一些娱乐节目才行 他觉得待这里有点傻 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东西好 渔网那边都不是很想去检查 感觉自己丧失了和人正常交流的能力 继续这样下去肯定要废了 必须得强迫自己到外面到处走走 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有什么东西在那边 他还是想在这里多待一些日子 不想就这样结束掉挑战 进入丛林后看到驯鹿群在溜达 这些可把马斯缠得不行 可惜当地不容许狩猎动物 不然他真想制造武器尝试一下 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在闲逛上 整体来说还是有点效果的 心情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郁闷 就在我以为马斯能够将情绪调节好时 他还是觉得自己过得并不好 经常爬到高处那欣赏风景 现在连渔网都没有空去整理一下 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淘汰的样子 马斯其实还是很想赢得这次比赛挑战的 但是这里环境 真的让他一点兴趣都没 与其继续待在着折磨自己 还不如早点回去吃顿好的 就这样拨通节目组电话宣布退出 实在太可惜了 无论是在15还是求生技巧上 马斯应该能够坚持得更久一点 没想到会因为梅娱乐节目而选择放弃 或许他应该参加双人求生 至少还有个搭档能够聊天节节闷 马斯那边早就已经将东西收拾好 就等着坐着节目组的船回家 如果他能够克服掉孤独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坚持到最后的 这才过了十几天 就已经有三名选手退出 其他选手看起来也不是很顺利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在这里坚持多久了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